赶到天外楼 来给燕青压惊驻全楼 特别是两个大独头何欣望 崔天杰本了一下的眼睛就直了 他拿出一件什么东西来 正西联国进贡来的国宝 紫金八宝叶国母 这位就是纪检留名的那位 梁山好汉古尚早 古尚早是真的 梁山好汉这是冒充 古尚早怎么到东京来了 他无意中咸游散逛 来到了天子脚下大方之地汴京城 这挺热闹 他打算溜达两天 可是到哪住店呢 哪都不收留他 因为他这春代太惨了 人家就拿他当要饭去 十天一赌气 我呀单独找个地方 学不来学不去 他就乡中这魁星阁了 这边不来 高个骚骚凉凉凉快快的 在这住两天呗 胆且存身 未为不可 无意中在这巧遇了生铁佛 开始古尚早真想过去跟他搭话 咱俩就在这救个伴得了 可是这仔细这么一观察不对 这何诚是个有来头的人 特别生铁佛在古尚这宝壶的时候 被古尚早发现了 真是个好东西 他从哪弄来的 哦 一定是来者不善的 干脆我给你来个来的不明 去个马虎得了 我先借两天玩玩 他就留下了这么少 歪失 摆这把酒壶就拿走了 那么他怎么认识的燕青呢 那是在古尚早十七岁那年 他被困大明府 贫病交加 连店饭钱都给不起了 叫人店里把他抬出来了 就在堪堪毕命的时候 碰生燕青了 燕青给了五十两银子 救了古尚早一条命 古尚早总想报答他呀 可没这么个机缘呢 今天在东京变量碰生 碰生的不是石火 为什么 何行广催电节 正好把燕青给抓住 把古尚早急坏 他眼瞅着把燕青带进了开封府 哎呦他就买了好多点心啊 什么大麻将小麻将 槽子高油茶面 连些水果 他就来探监来了 他长得其貌不扬 穿的也差劲 谁都不乐搭理他 探监往前一臭 五人就撵他去去去 你干嘛 他说话又是一条左嗓子 激溜激溜的 我是来探监的 你看谁呀 来探望燕青 燕青人是少爷 你是个要饭的花子 他能打给你吗 你少说废话 把东西放给滚吧 把东西全留下了 没让他见面 一次两次三次都如此 把骨伤早给气了 哈哈 你们这欺负我呀 不行 我非把燕青 由这救出来不可 劫劳反育吗 那可办不到啊 常言说 单私不能成仙 孤术不能成林 自己知身一人 就凭这把柳叶刀 能劫得了劳 办不到啊 可这燕青是个大好人呢 他怎么能蒙受这样的冤枉呢 时间得谁跟谁打听 我说你们在东京汴梁城 谁官最大呀 问着问着问着 这么一位 官最大 官最大是皇帝 他说了算吗 这什么话呀 金口欲言呢 圣旨一下 山摇地动 故以神接近啊 哦 我这位皇帝 他现在在哪住这 把这位下转 心说这人什么毛病 怎么大惊 皇上在哪住啊 他要干什么呀 那我可不知道 把这架跑了 终于碰上一位爱说话的 你问皇上在哪住啊 在皇宫那院紫俊城啊 那这地儿在哪啊 人家告诉他 在那望北望东 在望北 那就是皇宫那院 卡嘞 古上早要屁有名乱呢 白铁找了个地方 养足了精神锐气 晚上他这笨皇宫来 当他攀见了紫禁城 这么一看 吓傻了 长这么大也没见过 他看见整个皇宫那院 是碧沉沉流离造就 明慌慌 保顶装成 楼台建壳 雕梁化洞 丹顶如炉盆子物 金鸾殿奇迹飞烟 龙德殿月心殿 长寿殿 电影珠光 丹凤楼 朝阳楼 岳舞楼 楼藏锦绣 吴同树 参天弊日 玉华园 金果飘香 哎呀 这地方太漂亮了 早知道我早来了 这晚上他就在这里溜达开了 有感情有把门的 把门的 那巡逻武士可多了 但是要想发现 古上早很不容易 什么房檐底下 柱子后头 台店下边 同豪同横 何花岗 他哪都可以藏身 转到三井以后 雾头雾撞 他撞进了御书房 这有现成的笔墨艳纸 他刷刷写了这么几个字 艳青冤枉 梁三好汉 古上早 人家一对笔记给对出来了 这就是魁星阁里边偷宝胡的那位 可古上早说什么也不知道 和尚一步生天 陡然而复 做了护国禅师 现在生铁伯 是高球的人 在天外楼这设鸭精酒 明着试给艳青压惊 暗中是摆好了圈套 就等着古上早往里钻脑袋了 这位习的糊涂就来了 他还真没把这当回事 特别是这把酒壶 他想玩两天把这卖了就得了 今儿这一亮这把壶 他一看大家的神色不对 何行往崔剑铁的两个眼睛 就嗖嗖的直冒光 由古上早两边就过来了 又像在护国寺抓艳青那个架势 他们抓艳青的时候 古上早就在人群里边看着 这个画面他记得特清楚 他一看这脸这神态 呀呀呀干嘛干嘛 啊哈 玩弄弄 他喊一声呲去了 先把那保护出来怀领 本铃神这么一跳 上了桌子了 盘子也翻了 碗也打了 你们要干什么 三手将何兴望 把双拳一抱 抓我干什么 李银河偷盗了国宝 石前下一头 他用手摸了一下怀里这把酒壶 哦感觉那是国宝啊 古上早来了个顺水推动 对了 我就是为上来的 而是奉连山代王 朝天王之命 来取这把壶 那好吧 好汉坐是好汉当 你就跟我们走一趟吧 没那么容易 咱们得较量较量 我今天劝你们二位要是讲文的 赶快给我闪到两旁 放我一走 要讲武的 你们一共来多少人呢 全都站根叫我瞧瞧 是一个一个死在我的手下 还是一堆一堆全死啊 我的武艺 你们二位不知道吧 我三岁百打老鼠为世 练过无极有极 两一四象 八卦太极 我练过老鼠一斤斤 犹打定睛 练到五斤 好家伙 他一修一修练 要论倒数啊 我拜过上八仙 将胡风瓜雨撒头 成平班山诺海 居身陷降 张手就是雷 合手就是闪 我先给你们来个张手雷 你们呢 还不配我这一雷 我先给你们来个飞脚雷 他抬腿又是一脚 收一下 有一松东西又被核心往来 吓得核心往来 一个业底仓套 啪啪 什么玩意摔得身后 他干嘛 你先回头一看 红闷鸡 十千这一张啊 有点楼底 给喊上俩来 前面这位 就是骑小毛鸟 身上背笛子的那位先生 身后跟这一大个 哼 这大个晃荡荡 可颜颜 身高过上 虎头燕海 向短 脖子粗 他左眉目高 又眉目低 左眼睛大 右眼睛小 尸臂阔口 大耳朝怀 他左边那嘴角 有点往下搭了 穿青挂招 一时黑 手里拿了一把 大铁铲 说月牙方便铲 没那月牙子 说铁桥还不是铁桥 什么形状 您看炒栗子 那大出入锅没有 跟那一样 一百二十多金钱 说话的身心 这条唐嗓子 傻呵呵的 哎呀呵 猴子哥哥 你在这呢 你不给我做饭吃 你跑哪儿去啊 顾昌岛 十天一看 我表弟来了 表弟呀 他们要抓我 把他们拍死几个 好嘞 核心吧 你回头 就把这位傻英雄 给拦住了 哎 傻望前来 你是什么人 傻子学话说 你是什么人 我得三手剑 核心吧 我忘了 你把什么忘了 核心忘 谁把什么忘了 我来问你 你和古夏早十天 是一伙的吗 啊 一伙的 你也是凉山的 山上没凉了 越说越糊涂 核心万象 别跟他废话了 先把他抓住再说吧 这举刀就把傻子来 傻子不慌不忙 把这大铁盏子一晃 老妈妈仿现了 就把这刀给磕飞了 这刀飞出去 就插在那窗户的明柱上 可了解 怎么了 就在那名柱前面有张桌 桌在旁边那坐着一位客人 就是带坊间穿蓝山双手过膝的那位 这位是谁 敢听他就是大宋 徽宗天子 今天是便衣出公司坊 秘坊来到天外楼 万没想到今儿在这儿开了眼睛 那刀就踏着鼻子夹过去了 把万岁吓得脸色焦黄 他用刨袖掩面 吓得是抖一而战 这公布核心 那刀让人给磕飞了 这样的虎口都裂了 按下几声 他刚钻身要跑 傻英雄把这铁蝉举起来 拍黄瓜 就这一下 把三手将的脑袋 在拍枪子里去了 把大都头给拍死了 这天外楼可就乱了 桌子也翻了 椅子也倒了 盘子也打了 酒也打了 喊爹子要娘的 那嘴慢的 趴在地下 往上哆嗦了 嘴快的 撒回座楼皮跑 还有那么一位呢 顶着块鸡骨头就下去了 可能是找什么 打个人都找不着了 今天来参加 鸭丁酒宴的这些人 大部分都是买门人 买门人哪种小啊 可是就在这些买门人里边 藏着百分之四十 太阳府的武士 和开封府的拆关 他们一看 何嘟嘟就让人给打死了 这些家伙眼睛都红了 把医生这么一甩 就把暗藏的刀剑全亮出来 过来就把傻英雄给围住了 傻子一点也没害怕 他记住刚才的猴子哥哥跟他说了 叫他拍死几个 好家伙 他就把他大铁铲抡起来了 那谁进得了身呢 有一个公裁 怎么也着急 把铁链一走 哗 摆旁边看热闹 那齐毛鱼的先生给锁上了 这位先生当时就火了 说我的 他一着急 就把那笛子拿起来 先吹了这么响 把大门吓一跳 谁说这什么兵器 怎么还带响的呢 这位抬手就是一笛子 啪啪 就把那位公裁给打啪去了 感觉那笛子是铁的 这位骑小毛鱼的先生 就这么自然而然参加战团了 帮着傻子大铿铲 其实不帮傻子也不要紧 傻子厉害 这大铁铲抡起来 谁也进不了钱 什么样的兵器碰成他 这把毯就得飞楼 这船楼上让他最欢的 就得数古尚早十千 他左手举着个凳子 右手低着铁片刀 那刀是防身自卫用 那凳子呢 他把傻子飞过来 再给他开个瓢 不值得他用手 我的腰里摸一摸 摸把那宝壶还在不在 嘴里一句张张 打 打死一个赵马 打死俩就赚一个 我说燕青兄的 想当初赵子龙在藏版图 杀死藏兵无数 咱们良善好看 今天咱这俩也得杀这个 七进七出啊 要是杀顺了手 咱们就杀这皇宫 宰了宋天子 这天下咱们连山 刺我他两天 他再从下嚷嚷 可这一嚷嚷 就把在场的那位宋天子 给吓了 是魂飞天外 派散酒消了 这公司燕青干什么呢 燕青愣在那儿了 他开始被请到天外楼 吃这个鸭精酒 当时他心里挺高兴 燕青虽然想自己吃了几天官司 这也算是个误会吧 天下误会的事 多了这个呢 他想吃完了这顿蒜 赶快回大明府 就得了 谁想到 来了祝九姓的十千 由于十千得一献胡祝姓 何都头将人给拍死了 这事情到大了 燕青恨不得马上离开这块是非之地 可是怎么能走得了呢 不单走不了 熊的喊业太太崔电杰 拎着刀就奔他来 大都头何行霸 惨死在铁产下 崔电杰啊 都要发疯了 你眼看燕青了 刚才听盗宝贼十千 和燕青是称兄道弟 哦 原来燕青明着是 炉原外的大少爷 暗中私通明山 今儿子还得把他捉进开封府县 他今儿处手下人地理的眼色 有两个工材就被燕青来了 要想抓燕青 这儿可不是向国寺了 在向国寺打那俩把是这样的时候 燕青被抓 他精神一点准备没有 现在在想绑他呀 那哪成了 你们且不动手 听我慢慢的道来 燕青还想把他屎巴根油表白一番 再问他究竟这是怎么回事 谁听啊 铁链就朝他飞过来 燕青使得一个一花节目 往旁边这么一侧身 哗的一声 把他身后的工材给锁上了 前面的工材一看 没锁着燕青 他急忙来了一个欲债为妖 想把燕青给抱住 燕青使了一个脱袍浪位 搜 一送身 跳到半空去了 就在他身子往下一落 这一瞬间 燕青蛤蟆劲的 指了一个浪子踢球 碰 这是他的绝招啊 就这一脚 把这工材横着 就给踹着窗外去了 批鸭鸡了一下 摔死了 那才活呀 随便捷一看 哎呀 又完了一个 今儿子就是今儿子 省见的兇 怎么看 咱们喘 一里拼华山就被燕青霹雳 燕青往旁边这么一闪 随便捷把刀都一翻 用左手一推刀都 那刀将冲前 这冲前 本冲下 冲燕青使了个鱼汉问津 朝胸窝就刺 燕青一看好狠毒 他赶忙使了个大盆 斩吃 把英雄大场就甩了 这哟 拧了一会儿 往后边这么已经顺手 抄起两把椅子 就跟崔天杰大声 眼下这么乱 生铁佛哪去了 在那坐着呢 生铁佛是诡诈多端啊 楼上乱的那样 他温馊没动 他瞅出这个 看看那样 那年头是没有照相机呀 可他这俩眼睛也真不善乎 他们眼前这几个人的英雄笑貌 都给射下来了 然后才不慌不忙的站起来 轻轻摘掉他头上的帽子 露出了他本来的面目 和尚想过去 劝他燕青 翻过手来 再抓十千这几个人 生铁佛意高 人胆大 他浑身上下寸铁没带 什么十千啊 什么傻子 还那洗毛轮带笛子的先生 都没放在他的眼里 他所担心的 倒是浪子燕青 别看燕青年纪小 他的武艺是十分惊人 燕青十六岁 自立门户 燕青拳 别名叫燕青十八三 燕青的拳术 别开生命 天下无敌 生铁佛虽然有护身三学技 可是他已经交给燕青两招了 现在只剩下铁沙掌没交 用铁沙掌打燕青啊 轻则 燕青得口吐鲜血 重则就得当时毕命 可是和尚还真有点下不去手 为什么人心都是肉掌的 当初自己在大明府得了谢甲锋 要没有烂死燕青 他早死了 就在身体上烧着一大尺这工夫 燕青已经把吹电节给打伤了 而且像善草一样打倒得气不饿了 和尚迫不得已 不过去不行了 长言说得好 单场不让步 举手不留情 两军对垒 走在那步上 那就由不得自己了 谁让谁啊 和尚想找一架兵器 他这么一抬头 就看见窗户明珠上 多得那把刀了 他指了一个猛虎跳剑 送过来抬手起这个刀 手还没够着那刀瓣 就听耳边有人说话 安清啊 快救救孤家吧 和尚转脸这么一瞧 哎呀 只喝得他就魂不附体呀 说话这人是谁啊 当今万岁 这万万也想不到 天子怎么会上仗来了呢 可皇上也没成想 在这碰上他刚刚加封的 这位护国禅师生铁佛了 另外万岁的 怎么也想不到 这些人敢当着他的面 这么玩命啊 皇上 贵为天子啊 富有四海 身为万乘之尊 皇上不是人 是什么呀 都说皇上是龙 他要看点什么呢 叫举龙墓 伸手拿点东西 叫探龙爪 皇上一高兴 叫龙心大跃 他要一生气 那就是龙焰大怒 这举媳妇呢 不能说皇上结婚 得说龙凤成乡 您没看到皇宫里吗 门窗户壁 桌椅用具 衣帽鞋袜 厕所扬 上面都有龙啊 不论多大岁数的人 见着他都得跪着 也不管你是多大的官 给他都得行三拜九寇的大礼 他要不让你抬头 就得搭了个脑袋 谁在那搭了着 皇宫里边三宫六月 七十二妃 宫额财影 御林军兵 谁敢正眼看他呀 他以为他在哪都这样呢 他自己从皇宫里溜达出来 什么危险不危险 他根本就没想 因为自己是真龙骗子 据说有三百六鼠位正臣倒架 起码身边还有个土地爷呢 风凶刮急 遇难成乡 他哪见过今儿那场面呢 那没来他大回事 那刀擦着鼻子僵就过去了 土地爷干嘛去了 打开土地爷买萝卜去了 特别方才 十千那几句话 告诉说什么 要杀进皇宫 宰了他 凉身好汉做天下 徽宗的俩腿都麻了 他让他个庆幸 庆幸十千不认识自己 他要认识我的话 非把我杀了不可以 我快点走吧 可是站不起来了 正好这功夫和尚过来起刀 他才抓住了生铁佛 说快救救孤家 在那刀光解影之中 他这句话只有生铁佛自己听见了 和尚 是外也没有料到当今万岁能在这儿出现 把生铁佛也紧张的浑身都有点木了 这一个人突然意见点非常意外的事情 那脑袋挖个哗啦一下就空白了 就不知道怎么就好了 和尚现在就这状态 他叫着自己的名字崔道成啊 崔道成 你先不能去打了 必须先把万岁护送头 只要天子上下平安 你生铁佛可就功高盖世了 难道眼瞅着梁山这火贼口逃跑吗 他转念这么一想 不要去 跑了也为什么 住家友们开铺留板 他们还能跑得出水破梁山吗 大狸这个独一往下这么一浮身 光荡一下 他碰到了一把椅子 那椅子整散着骨上 到石强的脚面上 哎哟哈 石强本来就急了脚了就沾不着呢 你搭起脚他能干吗 哈哈 好你个屠驴呀 你想暗算我呀 这一刀整扎了生铁佛屁股上 还真给扎破了 合着不是有硬弓吗 哎 那他得怨生气呀 精神都有准备呀 这冷不定的一些子谁受得了啊 把盒子给扎得一梦高 合着有头一看是石强 这气渴就大了 同时大家想起来 保护和回行楼上的那首威师 好你个屁股 你敢细刷塞塞塞塞 塞家 他越着急越磕巴 他要用铁的脚把石强打死 合着不到拼命的时候 他不用这招了 石强不管你用不用这招 撑他一下 蹦窗户上去了 吓跑了 可不不 石强把把托和上了 可他嘴也不闲着 可徒律 你想要跟他较量较量吗 走 咱们俩找一困括所在 大赞三百合 只要你胜得了你家石老爷 我就拜你为师 从此我也当和尚 神铁佛捂着屁股 瞅着石强 他简直都恨死了 这个无名小妹 竟敢胡口揪嘘 戏耍我 今天我不把你置于死地 也出不了我胸中这口恶气 神铁佛从出世以来 他也没受过这个 论武艺啊 石强拔着也不行 可是和尚今天就是抓不着去 鼓上走 名不虚传啊 跟跳蚤一样 那蹦得太快呢 只要你一眨眼本 他没耳了 身轻似艳 鼓乱如眠啊 神铁佛一想我怎么办呢 哎 我还是先把圣架飞起来吧 他转过身了 就把徽宗天子给飞起来 正在此时亭楼下是一阵大乱 又出了什么事了 保驾的来了 宋徽宗侍卫风流皇帝 他经常出皇宫 消遣作乐 一般他都是晚上出来 天不亮就回去了 这大白天往外溜的呀 还真是头一招 江徽宗心血来朝 秘密出巡 体察民情 朝里可全跑了 太师高求 传下了大令 调众马不三军 接驾还朝 如今变京城的四面大方 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 全都放上卡子了 是亲军进军 一与临军 一齐出动啊 震惊神勇大将军 金枪将徐灵 就问天外楼来 怎么这么巧呢 是老百姓把他给抄出来的 天外楼包半九席啊 一百几十桌 那是经常的事 可是哪个次也没今儿这么热闹 说楼是喝着喝着打起来了 由窗户里边慢慢一劲直扔人 徐灵唯恐天子在场 那圣驾受惊怎么得了啊 所以他才来 隔得老远呢 他手提五沟神飞枪 传下一道令 把天外楼给我围起来 这个楼里边 不论男的女的老子 照的是出气的 一个也不许放出来 徐灵催马到楼前 甩灯狄安下了座气 他刚下马 就看到楼里边出了俩人 一个年轻的 扶着一个年老的 哎呦这年轻小伙 长得可真漂亮 穿着一身粉灵色的衣服 可这衣服太花花了 上面有红的 有白的 有绿的 红的是血 白的是脑子 绿的也不知道把谁苦胆打破了 此人正是浪子燕青 徐灵在马上一看 这人这个模样 指定是凶手 来人呢 把他给我抓起来 现在燕青都杀红那眼了 谁想拦截他 他就造谁 在犹大官兵手里 夺过一条枪来 吃了一个乌龙脚尾 拼出这张手 挑死了四五个 徐灵一看 倒吸口冷气 我想 此人惩罚怎么这么厉害 他分手官兵赶快想开 自己把钱这么一提身 在天外楼前 让金徐灵 对金枪 我去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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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的 我去死啦 我去死啦